歡迎收看參賽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祥 參賽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編恩 以及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自播的網路視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瞭解在一些爭議新事件 背後所存在的制度 文化法規各式各樣的一個問題 讓我們再看這些所謂社會議題的時候 不用只有關注在那個衝突 聳動的面向 背後可能有很多制度的問題 跟你跟我恐怕都有很大的關係 在臺灣的社會運動圈裡面 其實我非常喜歡一句話 叫做今天拆王家 明天拆你家 這句話當然不是只有在談市民王家 這樣一個個案 是在談這個王家背後所存在的 都市更新的制度 法規 如果這個法規本身是有問題的 那絕對會發生的個案 不會是只有在市民王家 可能在每一個人身上都會發生 不管是在我們的節目 或是在公庫的報導 或是在平安的報導裡面 其實我們也談了非常非常多 破千的這些問題 包括早期報導過的這個相關都市原住民 三英部落 西州部落 拉瓦克部落 或者是紹興社區 華光社區 以及最近的這個所謂的大觀社區等等 那這些有些是因為都市更新 但有些是被認為是 所謂的竊戰國土 但是我們都希望在談 這件事情的時候 恐怕不是在那個個案的本身 而是那個背後的制度 跟我們其實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我們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也得要從歷史的角度去看 這樣的一種現象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邀請到的來賓是 AWS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執行長 彭楊凱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楊凱你好 主持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一開始開場的時候 就提到台灣非常多的 這種所謂的破千的個案 當然從破千到會覺得 他們是被破的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他們其實不是破千 因為你們就是非法佔有土地 當然每個個個案都有不同 那我們怎麼去看台灣 最近這幾年發生的這種 不管是破千也好 或者是被牽制的 這個所謂被迫要移動 特別是這種所謂非正式住居 就是被認為是一種竊佔國土 竊佔土地的這些個案 或是這些例子呢 我覺得一開始要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還是不免的要拉一個 比較長的歷史的眼光來 才能理解這件事情 我用台北市來比喻 大概就最容易理解這件事情 簡單來說 這整個問題的起源都在於 整個戰後 特別是在1950到80年代的一個 快速的都市化 大量的 不管是當年的政治移民 或是城鄉移民進入都市裡面 然後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大量的人口增加 可是住宅的提供供給不足 所以 可是大家還是要住呢 所以就產生了非常多的 所謂非正式的住居的形態 簡單講非正式住居是當時為了解決方式 就是反正找塊地 沒有人有特別主張 我找塊地 我房子就蓋了就住下來 所以就是產生了一個這麼龐大的系統 這有多嚴重 我舉一個數據 大家就可以理解 在1963年的時候 當時候的政府 在美國的顧問團的建議下 特別針對台北市 做了一個 大概我覺得是目前台灣 有史以來最詳細的普查 當時候調查之後 那個數據是 當年的台北市 大概這種違建 我們現在所謂的 占用公有土地的違建 大概數量超過五萬六千戶 然後住在裡面的人 占當時候台北市 全台北市人口28% 這種是不包括像什麼 頂樓加蓋這種 而是這種 剛剛講集體 比較像集體式的這種 對 就是快要三分之一的人 住在這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這幾十年來 分別有不同階段 慢慢解決 當然現在還是有一些 不同的個案還沒有解決 可是就像大家 剛剛主持人提到 可能像華光 紹興 或是大灌 其實可是這個整個脈絡 就是一個這樣脈絡 所以最簡單理解就是說 在一個都市化的過程中 大量的城鄉移民 或是進入城市 可是我們城市的住宅 供給不足 或者是對於非常多 進入城市的人 他的經濟 他沒有辦法透過 他目前的收入跟經濟能力 在市場上 取得他可以負擔的住宅 所以就形成了這種 用大量非正式居住的型態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最大的 歷史成因在這裡 這邊其實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在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 常常會就是說 你覺得他是非政治住居 你覺得他是違憲 可是他有門牌 他也是按時在繳水費電費 那這不是就是政府 就承認你是一個 我不知道算不算合法 至少認可你是在這裡 那假設在這種認可狀況底下 為什麼你就覺得 他是一個非法的 這當然是政府在法令上 編定上的一個 你可以講他的是法令上 可是我覺得當時對政府 是一個務實的型態 因為就是說當你有這麼大量的人 居住在這裡的時候 你難道不幫他供電嗎 不幫他供水嗎 所以當然就是水 我們所謂的台電的系統 自來水的系統 當然就要進去 配合進去的時候 因為他當然就要建立門牌 包括我們負政體系要管理 他實際上居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負政體系也要進去 所以對他而言那是基於兩個概念 就是當年的部分 一個是管理上 他生活需求服務的部分 可是實際上就產權的部分上 政府始終沒有去承認 他們合法地位 那只是說他當年的狀況 他是一個容忍的狀況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法律關係 我覺得在法律關係上 其實一個很豐富 沒有什麼法律關係 就是說因為從他們 因為就政府 例如剛剛老師問的 像從一個公共的用水用電的 那個所有部分上 他其實跟那個實際上的產權 並沒有那麼有直接的關聯 我覺得用這樣理解比較清楚 因為台灣比較理解 像說前幾年 我們看了一個電影 叫平民百萬復工對不對 像印度其實也是有大量的 這樣的Squatter 可是事實上那些Squatter 一樣都有公共服務系統 還是要必要進去 可是在產權的地位上 他們一樣沒有 這樣的情形事實上 類似像中南美洲 拉丁美洲也是非常嚴重 像巴西大家都知道 他們那個佔用趨勢 是一個非常大的龐大 我覺得台灣在這個尺度上 事實上我們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不是在那種尺度 可是我覺得我們歷史的脈絡是很像 我剛剛講過 如果我們從1963年的台北市來看 當年台北市有三分之一人住在違建 所以只是說這幾十年過程中 那個問題逐步逐步逐步會解決 可是的確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 那我如果用個簡單概念 我覺得那是我們都市發展的歷史債務 歷史債務 然後這個債務上我覺得我們 在過程中有一些部分被解決了 然後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被解決 我的看法一直是這樣 所以這其實包括剛剛談到從例如說 一九四九年從中國過來的這些移民 包括從中南部要去為了十萬塊 為了一百萬到臺北都市工作的這些移民 或者是從花東翻三越嶺 到這邊都市原住民 在這過程當中 他其實來這裡是有一些歷史的因素 而這歷史的因素 其實當然就剛剛談到了 所謂的大量的居住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去理解 他就會常常會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我們在這裡為你們漢人 例如說原住民 可能就會這樣說法 漢人做蓋房子 搞到最後買不起房子 然後沒有地方住 那政府怎麼去面對這一群人 剛剛談到的在所謂的 在過去曾經有三分之一的 幾乎都是這種所謂的非正式的 居住的這些居民 當時是怎麼樣處理的 為什麼那時候的處理的方法 跟那時候的處理方法 跟現在的處理方法 有什麼不同 了解 我覺得 如果以這種模式來看 我覺得還是以當年這種 臺灣的經驗當然是以都會區最嚴重 特別是以臺北都會區 所以我們以臺北經驗來看 就是說我剛剛講過1963年 如果當政府了解 有將近快三分之一人住在違建 他怎麼處理 如果我們歷史上來看 大概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大概是配合 1960年代到70年代 當時候臺北市 有第一波大量的都市建設 包括開道路等等的時候 它的確拆遷了 包括當時有足提防 我們現在看它的提防 它拆遷了大量為戰戶 所以那個年代 因為那個量是非常大 為了基於各種原因 特別是政治上的穩定等等原因 那個年代的政府的拆遷 是配合了安置住宅的計畫 所以那個年代 那個十年以臺北市為例 臺北市在23處蓋了 1萬1千戶的安置住宅 來安置當年各種大批的 被拆遷的為戰戶 所以那個時候是我拆掉你 但是我給你房子住 對 有安置住宅 是有一個安置住宅的計畫 所以現在大家像 現在大家比較熟知的 那種什麼台北市的南機場 就是這麼來的 就是因為我要拆遷 我要做了安置住宅 這大概是第一個階段 然後到第二個 然後這一波的階段 大概我覺得到1980年 大概進入了第二個脈絡 第二個脈絡 他們開始的處理是 當時候可能還是有不少繼續佔用 可是那個階段脈絡 他們政府就認為不再是透過我要做安置住宅 他的概念比較轉成是一種拆遷補償的概念 所以當時候我們政府有相關 像公共設施拆遷補償的辦法 然後就是如果你佔用的地方是 政府未來要作為公共的設施用地 特別像公園等等 然後我就 你還是沒有權力可以繼續佔用 可是我請你離開的時候 我會給你補償 補償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土地不是你的 基於地上物是你的 我把你地上物拆掉 我補償你地上物的部分 有各種拆遷補償 這個脈絡最典型的兩個經驗 如果台北市民都知道 當年的7號公園一整片 還有現在14、15號公園一整片為戰 都是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脈絡去處理掉了 我是覺得回到現在 我們這幾年看到的爭議 大概是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我覺得最花時代 大概從2000年開始 就是我覺得在2000年之後 台灣基本上的都市發展裡面 簡單說該開闢的公共設施 也都開闢了 所以基本上現在占用的部分 就是還存在 可是它存在基本上是 第一個是政府沒有優先的 使用需求的土地 或者那些土地在都市計畫 或在政府的相關法律運用上 它是所謂的可開發用地 就不是作為公共設施 它可能是住宅區 商業區的土地 然後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進入第三個脈絡是 因為也不再是一個公共工程拆遷 反倒這個 然後當時候那個階段 又配合了那個年代開始 台灣政府大概開始興起一個是說 他們的基本是從一個財務的角度 說這麼多的有價值的國有土地 為什麼被占用低度的利用 所以當年事後從內政行政院開始 就一個叫國有土地活化的一個專案 去管理 然後要求所有的單位 你要積極的去處理那些被低度使用 簡單講是被占用土地 你要活化 所以那時候就興起了一批 就是土地活化的部分 到那個階段的活化的部分 基本上我覺得它是基於比較是活化 基於它的財產價值的部分 這個階段政府的處理方式 也沒有什麼安置的問題 我覺得比較吊詭是 這個階段政府是用一種 回歸到一個民法的角度 就是這個時候政府就 我開玩笑講 他就不再宣稱他是政府 他就是跟任何一個地主一樣 他就跟法院講說 我的土地被另外一個老百姓佔用 而且要去追討佔用的錢 全部都是用告的 所以從華光等等都是告 告不當得利 然後又透過法院的判決來做 所以我覺得整個脈絡的改變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臺灣政府是退步了 在1960年代 七年代是拆遷 是有安置計畫 再來好歹也是拆遷也有補償 現在是沒有 沒有補償還透過一個法院的系統 來告你 反正是要你回繳不當得利 整個脈絡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這些被要求不當得利的人 其實是陷入到一個更大的困境 因為會去住在這個地方 從剛剛的歷史來講 他本來就是一個沒有居住地方的人 這對他們講不是一個更大的傷害嗎 是 是 是的確是這個部分 可是說這個東西就回歸架構在臺灣的目前 因為臺灣坦白講是一個 以私產權為主的社會 在我們這樣的私產權土地 或是房屋登記的法力體系的架構裡面 整個運作規則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在我們現在這個體系下 我們找不到 就是說至少在現行的法規上 這些非正式住居上面的居民裡面 他在法理上找不到任何依據 說他有權利在這 雖然例如我們的這些非正式住居裡面 他也可以交易 就是我們彼此的買賣 所以你可以看很多 還可以買賣 所以你當然對政府也可以買賣 而且也可以承諸 雖然你佔用 法律上是佔用政府的地方 你還可以再當房東 所以說政府一方面是 默許這件事情發生 可是真實在 以臺灣以產權為法理的結構下面的時候 這些事情上面對 如果政府要發動訴訟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保障 這也是為什麼所有的判決裡面 他們從來不會贏 必然都是政府勝訴 這是目前臺灣的法律的真實架構 這個矛盾就像我剛剛又問的問題說 那你既然覺得他是非法的 但是還是給他們排法 還是供水供對 當然有他某種的衛生 或是其他的這種補償性的考量 或者是後面談到說 你居然是一個非法 可是你還是可以交易 你還是可以這個收房租等等 可是回到一個大的歷史脈絡 來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會發現 為什麼以前的政府可以這樣做 而現在政府不能夠這樣子做 同樣的 他都是一個歷史的因素的存在 同樣的他都可能 政府某種的發展的需求 讓這些人移動到這個地方 也可能是某種政治上面的 這種所謂轉變 讓它移動到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歷史的原因 那為什麼以前的政府 是可以包括有一個安置的住宅 或是退和求其次 至少要補償 但是現在可能要直接訴訟 那政府對我們來講就是政府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改變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 來討論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部分 雖然這個問題看起來是非常嚴重 難道沒有任何的解方嗎 這樣的一個現象 在這臺灣社會裡面 還是存在非常非常多類似的個案 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比較重要就是公媽一定要算 所以我哥哥在請了 再跟他講說 等一下跟著我們班 周湘平和兩個哥哥 忙著把家裡的祖先 請到新的租屋處 談到老家要被拆 大哥仍然氣憤裡夾雜著不捨 83歲的老媽媽 在廚房裡準備拜拜要用的東西 整間屋子瀰漫著油煙 就算抽油煙機壞了 也沒人敢修 因為怕修了就要拆了 屋子裡的東西壞的壞 一家人將就繼續住著 因為這是他們爸爸生根立葉的家 爸爸的根在這邊 你今天要拆我爸爸的根 我們家全部都在這邊 周湘平的先生和小孩都住在樹林 為了母親和兩個在當油煙公的哥哥 兩年多前他搬回大關 參與抗爭活動 位在板橋福州的大關秀區 2008年居民被退府會提告 侵佔國有地要求拆遷 居民全數敗訴 住在這裡的居民大多屬於弱勢底層 除了沒有錢可以搬走 也被迫返還五年不當得利 應該的居住權應該的安置都沒有 然後反而拿著新北市政府原有的安置方案 給市民的方案套上我們 上次協調會的時候叫我們全家去住那個 農民之家 農民之家怎麼住 一個一個跟病房一樣 我們一家四口你也知道要怎麼睡 大關秀區前身是復聯一村 後來千村 復聯會將這塊福利中心的土地 轉給了陸軍總部 成了國有地 多數居民花了畢生積蓄買房 現在卻面臨拆遷命運 隔壁鄰居的齊奶奶 就算媳婦再怎麼勸說也堅決不搬 然後我們有欠她說 現在就是情況就是很糟糕 我們不得已要搬了 但她就是她就不是不搬 這些日子以來 周湘平最怕的就是收到法院通知 這天郵差又剛好來了 無論最後結果如何 42向12號 這裡永遠都是周湘平的家 這個對我來說就好像 我們已經被喚醒的死刑犯三層定驗 然後槍擊的日子下來了 然後十八號要被槍擊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們今天跟大家談的是 在臺灣歷年來 特別是最近則僅來 這個破千的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然後抗爭也到處的興起 當然有些可能每個背後的原因 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今天會集中在所謂的 非正式住居這個部分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是一個非法占用 但是其實我們剛剛談到這個非法占用 即使是他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歷史的因素 或是政治的因素 或者是其實在某個角度 某個觀點來看 他其實也被認為是合法 即使不是合法 也被默認的一種所謂的居住的型態 但是這樣子就直接把人家牽走 那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人權壓迫的問題 所以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奧爾什的執行長彭楊凱 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楊凱你好 是 我們剛剛談到在臺灣的這個政府 在過去在處理這種所謂偽建戶的時候 你剛剛談到有三個階段 一個階段就是在 在比方六年代七年代 是我讓你去這個重新的安置你 我拆你的房子我安置你 那再來就是我所謂的拆遣補償 可是到現在就變成是我直接用訴訟 因為我不是政府 而是地主的概念就會跑出來 但是當然我們會覺得說你民運就是政府 你怎麼會跑來告我 然後我住在這邊 你也某種程度上面默認默許 那這個其實你剛剛特別用一個詞 就是說臺灣的政府是退部的 為什麼會退部 我們不是越來越重視人權 我們不是越來越重視這個居住的權利 我們不是越來越 兩公約也兼了 這兩公約也是對居住權 是有一些這個基本的這個保障 那為什麼會越來越退部 我的觀察比較是從政府 我覺得觀察從政府角度是個政治的問題 因為早期的話 那個數量太龐大太不確 你事實上你沒有一個好的安置方案的話 我覺得當時候在政府的政治的穩定上 等等會出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第一個脈絡 是在這個方式去處理的 所以也從這角度來看是 為什麼現在政府越來越傾向於 用一個個案化來解決 因為如果從一個歷史脈絡來看 現在的那個 還是繼續有這種非政治住居的個案裡面 基本上相較於過去都是更分散 規模都很小 可能都是10戶 20戶等等 所以它更沒有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動力 它覺得它要一個比較有制度化 系統化的方式去解決我的問題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其實社會力量不夠大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政府越來越 反正人少他不在乎 是 這個東西背後隱藏也是 因為像我當時候 因為其實非常多人都住這個方式 所以這個必須要處理 可是我是覺得回到現在 這大概是台灣另外一個困境 是說回到多數人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這次台灣非是正式住居 在這個運動倡議 或是居住的倡議 一個非常大的困難 就是真的在多數台灣一般民眾認為說 他過去的生活經驗裡面 他覺得他花了一輩子的積蓄 努力存錢幹嘛幹嘛 終於去買了一個房子 所以他們非常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有人可以用一個 對他們也是個占用的方式 那占用最後之後政府還要給他用種 好好給他一個房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在多數人的這個台灣的經驗裡面 他們是很難去被理解這個事情 這個我是覺得是台灣在一直談 居住權跟非正式住居的問題上 一個最大的困難 意思就是說在台灣多數的人的腦袋裡面 他的居住權是跟擁有權化等號的 意思是當你沒有ownership 沒有擁有權的時候 你沒有什麼資格談居住權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 盲點的突破 那我也覺得也是在這個氛圍上 我是覺得政府實在是沒有很大的動力 要去積極的去面對解決這個事情 這是我的看法 也就是說整個社會裡面的文化跟價值 這個所謂的我今天必須要努力 我才可以有房子住 但是你憑什麼佔據了 然後久而久之都變成你的 那這當然對大部分來講 他比較沒有必要去考慮到那個歷史的因素 是什麼 從他的個人 直覺的生活經驗裡面 公平性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是這樣子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佔一個土地 那當然這個是每個人都可以有這樣的見解 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從一個政府的角度 我以前這樣處理 為什麼是現在這樣的處理的方式 那或者是這個所謂正義跟不正義的問題 一直是存在的 那這個你要怎麼去面對的問題 那可是即使我們看到這些個案 你也會發現有一些不同的處理的方式 不管是華光或者是像大觀 或者是比較特別像這個三陰跟西州部落 就是他一開始也是爭議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也是要去拆遷 那當然我們看到很多的原住民 就這個不管是在論述上面 或者是行動上面 也很多這種所謂的社運的朋友 也都吐露到三陰部落跟西州部落 可是後來是保留下來的 那為什麼他們是可以保留下來的 而其他的就會被拆遷掉呢 我覺得這個大概這10幾20年 台灣有非常多類似非甚至住居的保存運動 像我自己參與從最早期20年前 14、15號公園或者是保障岩 像我本身也有去參與協助西州跟三陰 包括我現在還在協助台北市的紹興社區 那我覺得當然從結果看好像說 不同的個案裡面 他們最後都找到了某一種方案來處理 那也許方案未必是不盡人意 可能不盡人意 可是它基本上都有一種特別的方案處理 可是我覺得我回應老師的問題是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的困境是 這些東西都是變為個案 就是當我們民間跟政府花了很大力氣去把一個個案 至少說做了比以前還進步的做法 可是這個方案本身沒辦法被轉化成制度 意思是說好像說政府可以自動學習說 政府遇到下一個個案的時候 他就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我覺得我們這樣的一種系統或是學習的關係 或是制度化的關係一直都沒有被建立 那三陰鎮西州能夠後來的就地拘束的原因是什麼 我當然還是覺得當時候的抗爭形成的社會輿論的壓力 對當時候的政府的壓力很大 所以他們需要特別用一個方案來去處理 所以他們最後提了一個方案就是異地安置 就是說原來那個地方實在沒辦法住 因為是行水區 所以我另外找一塊地 但是也是在附近 對 然後整個搬過去 搬過去的時候 所有的聚落的房子在重建 是一個這個方案 那當然我們也是覺得這不錯 可是我要問的關鍵是 到現在為止你從來不會看到說 原民會或是每個地方 包括新北市或其他地方的原民局 就公開主張說 那以後我轄內只要有這種方式 我都要用三陰模式 沒有人敢做這個promise 高雄的拉瓦克也是另外一個 對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不會願意會去做這個事情 這我就覺得這個才是目前現在台灣 我是覺得 下一個階段要克服的問題 說如果我們認為有一些是 比較在制度上 或是就一個居住權 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法 可是這個事情怎麼樣最後可以 反應在 落實在真的制度上 就是政府接下來面對 其他有這樣的爭議的時候 都可以比照用這個方式處理 這個就有趣了 就是說從三陰跟西州的部落 回到一個某種程度的現實上面 他不是一定要去訴訟 他才可以解決問題 就是就地安置或者是遺地安置 基本上來講都可能是一個安置的做法 但是你剛剛談的是一個個案 但不是一個所謂的方案 不是一個通則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他不累 就是每一次就面對這種抗爭 然後他去發展針對這個個案 可以處理的方式 那民眾也很累 民眾大家都要去抗爭 然後大家搞得非常非常累 那為什麼不就直接的去找到一個通則 或是既然這個案子 這個個案做得到 我們就仿造這個案子去做就好了 我想老師這樣建議 事實上過去幾年 包括我們包括 還有非常多民間的團體 特別是有一些關注 非正式住居的反破間團體 事實上都不斷來跟政府在溝通倡議 可是我大概覺得現在事實上台灣 有幾個階段都還沒有出 例如我現在問政府說 你到底有多少土地被占用 那占用上面真實是以居住型態占用 有多少人 這住的多少人裡面 有多少是屬於我們比較優先 要關心的社會經濟弱勢 是政府從來也沒搞清楚過 所以他沒有做這方面的調查 沒有 天啊 這個已經這麼多年了 沒有這樣的調查 真實的狀況是這樣 他們只是個法律關係 瞭解你占用 所以說意思說到底你要處理的量 反正事情發生 要處理我再來處理 所以他都變成個案室 他們有個系統性思考 那回到個案室的話 因為政府很龐大 個案他為什麼沒有感覺 那今天是你這個單位倒楣 大家就是你像說大官 退伍會倒楣 退伍會 國防部 其他的單位 其他單位都是覺得 退伍會你家的事情 跟我其他單位 我不會有任何的關聯 所以他彼此之間 好像也不會形成 就是說大家覺得說政府很累 可是他們最後反映到是一個 那個土地管理機關的問題 他也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當然認為 應該有一個系統性的解法 可是我是覺得我們認為 我們當時提了幾個解釋 第一個說政府應該先做個普查 先把狀況問題搞清楚 說你的量有多大 因為基於這個量的時候 第二個事情說你要不要制定一個 類似我們講法叫SOP 面對如果你要處理一個 違戰戰用裡面 你有幾個程序來去處理 例如說你有沒有一個什麼判斷 經過什麼判斷的時候 你不要像過去反射性 第一個就去告了 因為他們以前告也不做調查 你要先調查 調查完之後 你可以理解他的特殊情形 你才會決定說 你要不要一開始就採取訴訟的方式 還是有其他的方式 包括說就算你要採取訴訟方式的時候 你針對裡面的 因為被你調查裡面有些特殊 特別是比較弱勢的 經濟或社會弱勢的部分 你的配套方案是什麼 因為這樣的體系 從來沒有被好好的談過 然後特別我舉例 台灣的方式又是這樣分開 你可能佔有 你的土地的管理機關裡面 他的手頭上 他也沒有任何安置的工具 例如說 這個要去排除占用的機關裡面 他不是住宅部門 所以你說如果有其他的安置住宅的計畫 不是他手上可以提供的 他也不是社會福利部門 那些社會福利的體系也沒辦法弄 所以我是覺得 類似這樣的一個體系 我覺得台灣一直沒有 比較認真的整體去思考 我都說我們還是都是回到個案 就是哪個單位遇到了 就哪個單位倒楣 然後又回到那個個案裡面 是不是抗爭的強度夠大 夠大的話就多退一點 如果沒有過大的話 政府的坎克車就壓過去 就沒事 我覺得我們一直 一直在用這樣的方式解決 我覺得是很糟糕 這個真的是蠻糟糕 是非常非常失子的一個政府 連我們政府其實都不太做調查 我覺得或者是這個調查 其實也是不夠完整 連這樣的一個假設 他是一個被佔用的國土 到底哪些國土被佔用 他都不知道 那到底我們的財產交給這個政府 事實上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就算做完了清查 做完了調查 那剛剛談到的這種所謂的 不同的個案的這種情況 去做分類 那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通則 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確是面臨到所謂的 居住權的問題 他們的確是在歷史的過程當中 他是一個整個國家發展的 你可以說某種程度上面犧牲 當然有些人不是 那我們在制度上面怎麼去解決 知道之後可以怎麼辦 我個人的看法大概簡單說這樣 第一個我先不討論說 有一些佔用是其他的惡意佔用 或是非居住型它來佔用 佔用來什麼蓋倉庫 蓋工廠那些不管 那純粹是居住型的佔用的部分上 我覺得應該用幾個 我的認為是應該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說 如果那塊土地 就目前政府的計畫裡面 它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一個急迫性的使用開發的需要 我是覺得你應該去想辦法是讓 那個使用關係合法化 意思就是說你要合法付租金給我 你不可以再用我的土地不付租金 可是因為我是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政府有時候去告人家 把他趕走 他也不知道他幹嘛 他過去的方式只是因為行政院說 你都管理不善 所以他就去告趕人走 可是趕人走之後那個土地拿回來 他也沒有什麼特定要特別使用 所以我覺得這一類的部分上 要不要用一個方式去處理 那第二類是說 如果這個基地裡面的確 在目前政府或各機關 它的用途裡面 它有一個明確的使用需求的計畫裡面 那這裡就要處理說 在這個使用需求計畫裡面 有沒有可能實現說 讓居民也可以還是 就是他還是可以原地安置 可是你想要做的用途 也可以做並存的方案 有沒有可能 這是一種思考 那第二種思考是說 如果真的不可能的話 那樣我這時候政府就很思考說 我有沒有其他的配套方案 配套安置方案 我例如提說像我們臨近的 像香港或是韓國的經驗 如果他們這個做法是 它有一個最明確的方式 它一定有一個系統 讓你去社會住宅 就它一定會讓你有地方住 那至少我們政府 能不能做到這個部分 對 會想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居住人權的問題 在整個臺灣的歷史發展當中 其實就像剛剛楊凱提到所謂的 城鄉移民 政治移民 或者是剛剛都市原住民 他或多或少 對這個社會都有不一樣的貢獻 這個社會怎麼樣去看待這些人 他們不見得是為了失利 而去非法佔用 而是在不得不的狀況底下 他們就在這裡居住 而且某種程度上面 政府也去默許了 但是怎麼去解決 我們看到是一個 你剛剛提到 是一個越來越退步的狀況 甚至它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直接去搞 政府變成地主 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荒謬的事情 那更荒謬的事情 你剛剛提到的是 我們連基本的普查都沒有 更不要說提出一個最好的方案 那我想楊凱剛剛提出很多爭議 都是我們政府可以去思考 當然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們作為一個民眾 作為一個臺灣的人 怎麼去看待這個問題 我想是我們必須要去再思考 而不是只有去指責這些貪婪 因為它是一個制度歷史的問題 非常謝謝楊凱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們 做相關的討論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創意 文靜 李宗盛 走 來 周琥 density 千萬萬千藏 繼續地去梦想 話聲音 不想你 哪兒